西班牙門像卡斯拿斯當時擋出紫艾斯的射門 帶足球送果去奧爾之後入網 西班牙急以收復出飛 魯爾無論用甩射還是純身再抽射 都是不做羅門 魯爾不如將重任交給迪斯坦 但斯拉華特重快一步 西班牙在下半場換入摩尼迪斯之後 外面有運行 五十三分鐘追成一比一 十六分鐘之後 迪比道左路全中 斯拉華特破過空 波尼迪斯就令西班牙超前遺跌 巴拉貴既往之拉華特的佛球翻平 可惜希望落空 八十三分鐘還被佛十二碼 希拉路就令西班牙以三比一獲勝 西班牙已經連贏兩場得六分 肯定成為今屆第一支入到十六強的球隊 同組的南非和斯諾文利亞 就會在下午兩點半隊裡 下午五點 最早意大利就會對克羅地亞 而最早的中國隊就會在晚上七點半對巴西 毛詩妮斯記者劉雲天報導 我們再報導有關港大脅持人質事件 有知識說被脅持的是中文是一個類比書 看看天理方面 預測天情嚴熱 吹輕微至黃昏的東南風 一點氣溫是31度 濕在71% 預測空氣污染指數 一般監測站的水平是輕微至中等 路邊監測站是天高 經常拍過一個小時 錄得的紫外線指數是11 強度屬於直高 新聞報道完 再會 配音的劇 沒有天使的街角即將拍攝 方文日本財務告訴你 現在31度濕到71% 外面天氣晴朗 天氣簡報由方文贊助 競逛狀元 怎麼從聖人的智慧活學會勇呢 男子曾經說過 須有智慧就不移成世 要懂得把握機會 回到古都長安 巡代兵馬勇 逐一提問 最強都最強 哪分高下 別時死亡 一戰定奪 中華狀元紅 今晚9點7 中華狀元紅 中華狀元紅